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回來武器健康同學會 我是雨昕 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營養師跟我們分享了好多好多 我們從平常就可以補充 給自己身體有很多的 免疫力的一些營養素 水啦 魚類啦 肉類啦 甜椒 大家除了這些要記清楚之外 現在在我旁邊的是徐博士 他是長年已經研究中草藥 非常久的一段時間了 我想問一下博士 所以中草藥跟新冠之間的防護 他們的概念 這些防護的概念 大概是什麼呢 因為過去我是在醫院裡頭 做研究工作 所以帶了很多的臨床醫師 或者是中醫藥的一些學生 去做一些中草藥 對一些疾病的一些 可能抗護 預防 甚至治療的這樣子的一些方向 可是新冠病毒開始發生了以後 我同時我也會去了解一下 這個病毒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產生 他會產生什麼樣的症狀 他可能癒後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過去因為在做中草藥的研究中 我們多半都是把它當作藥來看 可是隨著我對他的研究 越來越了解的時候 我發現中草藥 那應該不是從藥的觀點來看 因為中國人講究的是食療的概念 尤其我發現非常多的一些疾病 它基本上可能是因為營養的不均衡所造成的 所以我常講說我們人生病不是因為少吃了藥 而是吃了不對的營養成分 所以吃是最根本的 對 就是營養失衡所造成的 所以這幾年來我是很大力的在推廣所謂的精準營養的一個概念 對 我們吃對了食物 不但對身體的這個可以調整體能 升強體狀 那同時對於一些疾病有預防治療 跟這個癒後的這個調理的效果 所以吃對東西就是預防剩餘治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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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新冠病毒開始發生了以後 我一直很想從我過去的中草藥的研究中 用食療的概念 用精準營養學的概念 去找到一些可能具有防治癒的這樣子的一些成分 能夠對新冠病毒有些幫助 對 病例 對 所以所謂的防的意思就是說 你未病先防 沒有得病的話 你先要做預防的動作 對 讓你永遠都不得病 可是不可能有時候我們還是不小心就會中招了 就會被感染 那感染了以後就會出現症狀 那很多的年輕人他可能感染他也 他得到了病毒在身上感染了以後 但是他沒有症狀 或是輕症 所以我們有症狀不怕 但是就怕重症 造成不可預防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結果 那所以治療的策略也必須要想辦法來找到一些元素 能夠來對治療方面有一些作用 那再來就是預後 那預後很多人就像我們這次講的新冠病毒 很多人預後還是有很多的毛病 科不平 腦霧 對 就所謂的後遺症 甚至就所謂的腸心冠 所以我們預後要怎麼樣去調理身體 所以這也是很重要要解決的問題 那你就要來教教我們大家要怎麼預防了 教教我們大家要怎麼防護 對 所以我就從防治癒三個概念 就開發了所謂的對抗病毒的七道防線 那第一道防線呢 就是我們曉得 這個我們人身體裡頭有非常多的經驗 我們的眼睛有淚水 我們的鼻腔有鼻涕 我們的口腔有唾液線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的經驗能夠分泌得非常的豐富 而且品質好的話 事實上就預防病毒的第一線 因為它感染 我們曉得新冠病毒會從眼睛感染 所以很多人戴著防護罩 那如果說這個病毒不小心跑到我們的眼睛裡頭去 我們如果有好品質的淚液 事實上會把病毒包起來 就形成所謂的岩死 就阻擋成功了 對 就會有把部分的病毒 甚至全部的病毒就包起來 就讓它沒有辦法直接感染到我們 接觸到我們的細胞 那同樣的在我們的鼻腔 在我們的口腔也是病毒很容易進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如果鼻腔的鼻黏膜 或者是口腔的口黏膜 它分泌的黏液是非常的品質好的 豐富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我們用黏液 黏膜系統的黏液 包裹住這些病毒 所以可以形成所謂的鼻子或者是我們的痰 就第一時間把這個病毒阻擋在身體細胞之外 第一關是這麼來的 對 所以我們要生精 我們要找一些促進生精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中草藥 或者是一些食物 營養品 營養元素 這是第一道的防線 那第二道的防線我們就曉得 很多的年輕人 我剛剛講 他得了 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確診了 但是他毫無症狀 對 不感覺 他甚至在這個街上趴趴走 變成傳染源 那這就是因為他可能是他們年輕力壯 所以免疫系統好 所以我的第二道防線呢 就是針對強化我們的免疫系統 或健全我們的免疫系統 對 所以你的免疫系統健全的話 當病毒 少量的病毒進到身體裡頭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時間 我們的先天性的免疫細胞 就會把這些病毒吞噬掉 對 破壞這個病毒 然後就會造成病毒感染不成功 所以病毒就沒有辦法感染成功 對 那所以這是第二道防線呢 就是增強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 那第三道防線呢 因為當這個病毒 我們曉得這次的新冠病毒 它跟我們的細胞接觸了以後 它必須要跟我們的細胞膜上的 這個ACE2的分子 結合它才能進到細胞裡頭 所以我們的第三道防線呢 就是抑制病毒的進到細胞裡面去 所以我們就阻斷掉 病毒的Spy Protein 它的這個基蛋白 跟我們細胞膜上頭的 ACE2的分子的結合 所以這個病毒即使進到我們體內 但是沒有辦法進到細胞 那所以這是第三道防線 就抑制病毒跟細胞的接觸 讓它沒有辦法進到細胞 但是呢如果病毒還是有少量的 進到我們細胞裡頭的時候 我們因為病毒必須要複製 它一個病毒進去 不會造成我們嚴重的問題 但是它如果一個病毒進去 複製了五百個一千個病毒出來 那身體就受傷了 對 大量的病毒出來就會造成嚴重的 這個發炎的問題 所以我們如果能夠有一些營養元素 是可以阻斷掉病毒的複製 讓病毒進去以後沒有辦法複製 就死在這個細胞裡頭 所以它就不會大量的複製病毒 來傷害我們的身體 對 這是我所謂的這個第四道防線 就是抑制病毒的複製 那我們曉得一旦病毒大量的複製出來的時候 就會造成我們系統 免疫系統的活化 免疫系統的活化 才是造成我們人重症的原因 因為多器官 多系統 同時在發炎 那發炎就會造成所謂的細胞素的風暴 那這個細胞素的風暴 就會造成剛剛小朋友 就是全身系統性的發炎 同樣的大人也會造成全身系統性的發炎 當病毒在哪裡感染 分布到哪裡去 哪個地方的免疫系統就在那邊跟它對抗 所以就產生嚴重的發炎反應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一些營養素或中草藥 它是具有抗發炎的作用 那發炎同時也會造成所謂的纖維化 所以我們如果能在抗發炎 同時又抗纖維化的一些中草藥 事實上是非常多 但是因為我主要是以營養學的概念 所以我用的中草藥 都是食品原料級的中草藥 而不是用 就是可以當作食療級的 而不是用藥用級的 那再來呢 這是第五道防線 就是這個防止免疫風暴 那第六道防線 我們曉得 現在的這個新冠病毒的感染 會造成所謂的血栓 聽到這兩個字都會怕 對 中風 或者是心肌梗塞 很多人都是因為尤其年紀大的 血管本身就不好 所以它有很多的中風的問題 或者是心肌梗塞 甚至猝死 很多都是因為血管 發炎所造成的 所以我也有一些元素設計 希望能夠對抗 或是抑制血栓的形成 但是我們不是用西藥的ASPRIN 因為它是抑制血液的凝結 那會這樣子的話 會造成容易出血不停 那我們是用 一旦血栓形成的時候 我們能夠把血栓溶解掉 所以它這個血栓溶解的話 就不會造成血管的堵塞 那中風的問題 或者是心肌梗塞的問題 就會解決 這時候就不容易產生 這個嚴重的心血管的病變 那最後還有最關鍵的 第七道呢 那第七道事實上就是說 當我們癒後了 就是說這個重症的病人 或者是輕症的病人 他的症狀疏解了 那就會造成所謂的 還是有些症狀 還會持續的產生 就是腸心肝的問題 或後遺症的問題 那這一點呢 就是必須要有 身體有很強的治癒的能力 就是自己能夠讓自己的創傷 損傷能夠癒合 那所以呢 第七道的防線呢 我們是設計一些營養的元素 能夠調理身體細胞的活性 能夠讓自己的身體呢 能夠對抗 這個發炎所造成的 不必要的細胞損傷 快速的把受傷的區域恢復 然後讓細胞或器官 恢復它的功能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七道的防線 也就是我用 精準營養學的概念呢 設計出來七道防線 七種不同的營養的作用 那講到中草藥 中草藥要怎麼用現代化的科技 來量產 而且保持很好的品質呢 馬上回來 拜拜